今天马上就要到了 今天林佳泽将在学校举行的元旦晚会上表演钢琴鼓奏 而我苏灿灿会代表全校同学上台为林佳泽献花 喂 你别小看这个机会啊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 唯一能靠近林佳泽的机会 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拘住我呢 通知通知 元旦晚会将于今天晚上八点准时在礼堂开幕 请各位程学女七点四十五前顶搭旅逃 第一排不是春雨的座位吗 别说了 为了近距离看到男生 我可是拿了我整整一个月的零花钱 和我表妹换的座位 不过 我已经订好了花 只要演出一结束 就亲自上台献花 哎 林佳泽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过 我知道特别理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她 长得帅 成绩也好 性格也好 钢琴弹得还好 你不知道世界上怎么什么好事都让她占了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她 我们是好姐妹啊 不能同时喜欢上一个人 这是姐妹手上的第一条 那第二条呢 要是同时喜欢上一个人 就杀了她 哎呀 好啦 精神点 好好准备今晚的系统 你别说了 我都不想去了 为什么呀 你看看我什么变化没 没有啊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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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我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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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厘米 大上腿一样 这下我怎么肩孝靠啊 你这秋裤还挺醒目嘛 所以我才说要脱掉了 你不是脱秋裤脱衣服干嘛 我想想想 秋衣也得脱 不然现在我腰太粗了 你这大冷天的 你要风土不要温度啊 你们几个干嘛啊 走 站住 别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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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你们别跑 一起 对 哎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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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